世界卫生组织5号称 在2020年1月1号至2021年12月31号期间 全球范围内因新冠肺炎疫情 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 接近1500万 从全球来看 截至2021年年底 我们估计与新冠肺炎有关的 非正常死亡人数 约为1490万 这个估算的区间 在1330万到1660万之间 而在此期间 只有540万人直接死于新冠肺炎 因此相关死亡人数 比这一数字多出950万人 或者说是报道的死亡人数的2.75倍 世卫组织说 大部分与疫情间接相关的死亡 出现在东南亚 欧洲和美洲 这一庞大的数字 不仅表明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影响之大 而且还提醒各国 需建设更具弹性的卫生系统 以便在危机期间 维持基本的卫生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火灯